是自動產生字幕這個功能 是自動產生字幕這個功能喔 是自動產生的喔 他的做法是 呃...project 我現在找...我想想看 我現在把... 這一堆都刪掉好了 Delete 我現在到底有幾個project啊 這邊好了 呃...先... Ctrl-I好了 然後去匯入這支影片 這支影片是之前上課的影片 OK 那這邊呢我們的Workspace 這我沒有做講義喔 因為太簡單了 就切到Caption and Graphic 以前那是只有叫Caption 那現在不知道為什麼 Caption跟Graphic現在是連在一起的 就合在一起 那這邊他跟你講 嗯... OK所以現在創造一個CaptionTrack 確定 所以CaptionTrack在這裡 有看到嗎 就是字幕軌 這個是字幕軌喔 寫的很小 而且這個不知道在寫什麼東西喔 我記得 我記得前一個版本 不是長這樣子喔 那這邊呢 我們現在呢 要去... 產生我們的... 這個... 字幕喔 所以我現在選到這個video 這邊有一個 Transcribe Sequence 那... 我直接選英文喔 還有就是... 那個... 他這邊寫speaker 我看一下要不要分離 應該是不用啦 就直接Transcribe就好了 那這邊出來以後 其實這邊還是沒有的 你看 所以這邊還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 很奇怪 那我剛剛要做這個幹嘛 欸... 不知道 反正東西出來了 你看這個... 刪除... DeleteTrack OK 所以你這邊播放... 他就出來了 那你這邊呢 應該是這個Caption 他會... 有一些Style 什麼之類的可以改才對喔 有 這邊可以改 你可以看到你這邊可以設他的... 那個Style 你可以創造一個Style 就是字體啊 什麼東西的 你看你要不要做 那... 比如說我這邊就... 呃... 本來是名物嘛 我打個... 打個... 呃... Ariel好了 Ariel OK... Ariel 沒有Ariel嗎 Adobe 欸... 字體怎麼這麼少啊 欸...字體好少啊 欸...有啊 欸...我打錯了 我打成美人魚那個Ariel 哈哈哈... 白癡我 哈哈哈... OK... 那這邊呢 我現在選這個好了 OK... 那再來可能他是... Bold好了 Bold OK... 然後這邊做一個Style Create 新的Style 叫做... 隨便啦... Test 確定 OK...所以這邊就有一個Style 那點到這裡 欸...他有... 欸...他全部都轉過來了 有沒有... 所以你就是可以自己去做一個Style 比如說你要不要有Shadow啊 有沒有...這個就有影子啦 有沒有... 他現在有GoShadow 然後你這邊是不是要有這個什麼背景 我不知道欸...我覺得...不太想加 瞄邊...就是... 試試看... 到底有沒有瞄啊 看都沒有... 應該要有Stroke才對 我不知道怎麼沒出來啊 欸...他是不是套到這裡... 欸...他是不是套到這裡... 欸...他套到這裡來了 欸...效果不錯欸 喔... 對啊...爆炸... 欸...蠻好玩的... 啊...這是什麼... 喔... 他真的會加一個背景欸... 這關掉... 有喔...有一個黑...就是... 就是... 稍微...深一點的那個... 背後的一個... 一個... 背後面有一個顏色在... 一個Father 語化的以後... 一個灰色吧... 嗯...好...OK... 反正就是你可以自己去調Style 那這邊可以看到... 這剛剛可能沒有弄到吧... 剛剛這個應該...這是另外一個Style 再...再做一個Style好了... 欸...創建... 不給創建的...OK...好吧... 欸...有啦... 其實前面現在也有的... 只是好像比較慢... 他好像會有一點點遲... 我不是很懂... 好...大家試試看吧... 這個是後來才有的... 2022的... 後面的版本才有的功能... 以前其實沒有這個功能... 是... 是... 是...